记者苏方和台北报道,凤梨加跌,今天有中南部农民北上行政院、立法院抗议。 民进党立委郑运鹏说,以往发生农产品过剩问题,国民党都只会归咎为农民抢中, 民进党政府做冷链,加工处理产销失衡问题,也判特定政党不要炒作,唱衰农作物的谣言, 只会爽到政客,哭到农民,而消费者也没赚到。 何新春也出示103-107年上半年的凤梨外销数量的数字证明政府积极辅导外销的成绩, 希望北上抗议的农民可以看看这些数据。 国民党立委林德福、张立善声援农民北上陈晴,张立善希望针对蒜农、凤梨农进行补贴。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何新春、书记长许志杰及立委蔡培会, 郑玉鹏上午在立法院举行从产销制度改革做起, 雇农业、落实配套措施记者会何新春说, 有些号称农民的民众和特定政党不断说农产价格崩盘, 越喊农产品价格越低,应适可而止。 民进党去年建立书国产销资讯整合查询平台, 从产量、消费量推估、重要产区产量、气象、 每个交易市场价格、数量走势等, 透过资讯系统整合,盼能更精准掌握, 来做产销调度及平稳价格。 许致杰说,民进党执政后,重新建立书国产销资讯整合查询平台, 农民在登记范围内,会保证收购价格超过一定数量, 就会劝农民改种其他水果,解决产销失衡。 呼吁国民党不要一直唱衰台湾,这样只会伤害农民。 农运出身的立委蔡培会表示, 现在运输系统管控制度不强, 除了极端气候会造成裂果外, 农产品收购如果没有冷链机制、物流中心, 运输过程也会有农损,冷链系统应该要建制, 在各地有很多滚动式仓储, 农委会要加以整合,并连接地方政府, 农会蔡培会解释, 针对拍卖市场建立冷链中心, 如此一来,就有产销调节期间, 另外也必须建立初级加工基地, 像是收购凤梨后将果皮、果肉分离, 再做不同的加工整合, 可以做保健食品或医美产品, 提升台湾农业价值。 郑运鹏表示, 气候不是政府,农民可预期的, 以香蕉为例。 今年5、6月中旬销易量有7200公吨, 去年同时期只有1000公吨, 增加比例不是人为货产销可控制的。 当农产品价格被炒作, 喊价, 唱衰农作物的谣言, 只会爽到政客, 哭到农民, 消费者也没赚到, 希望大家节制, 媒体也应先查证价格, 再做新闻处理。 未经许可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